娱乐低言八卦新看点 哈喽大家好 欢迎收看今天的娱乐低言 泰国一直以来采用的是君主立宪制度 国王的权力还是不小的 如今现在泰国国王是马哈瓦吉亚龙宫 这位国王比泰国历代国王都有个性 一见到新衣的美女就渴望着要把她娶回家 其婚姻生活就像我们国家古时候的皇帝一般任性 所以马哈国王的生活一般就是想干什么就干什么 只要能确保泰国人民的幸福生活和国家各方面的正常发展就行了 而新拉米作为他的第三任妻子 也就是泰国本代第三任王妃 在位期间生活其实还是非常滋润的 其实历代泰国王妃在和国王离婚后的生活都不好 第一任王妃宋沙瓦丽还算是比较幸运 离婚之后直接回到了自己家 消失于公众的视野 三生活没有和国王在一起的时候富有 但是他本身就是出身贵族 这也算是有个不错的结果 但第二任王妃与阿西达的结局 被泰国王以携带毒品出尽的理由驱逐出国 不但没有了尊贵的身份 连自己的老家都回不去了 可以说是非常惨了 而这第三任王妃希拉米相比之前的两位来说 下场是最惨的一个了 泰国王室规矩很多 但大部分都是针对嫁入王室的王妃 马哈国王却能够随心所欲 马哈瓦加龙宫被势力级升到了终点 即使不努力也能超过99%的普通人 马哈国王身性放荡不羁 年轻的时候欠下了很多的风流债 直到现在也没有堵上窟窿 43岁的希拉米呢 简直卑微入骨 王室规会不让上座吃饭 全城跪地陪着笑脸 希拉米曾经是泰国最美王妃 五官精致而且洋气 轻轻松松秒杀苏提达和施尼娜 然后呢天不随人愿 希拉米呢还是败在了自己的出身上 当过五女如何能够母仪天下呢 早在入宫之前 希拉米就隐瞒了自己种种黑历史 因此才得到了马哈国王的宠爱 后来事情暴露 希拉米被推上了风口浪尖 之后人生呢也开始走下坡路 泰国王是历来注重体面 有这样一个当过五女的太子妃 无疑是如梗在喉 让人难受 王室本来就不愿意接受希拉米 看在小王子的面子上呢 才让她进门 所受的待遇肯定好不到哪里去 婚姻的本质呢是门当户对 即使在王室也是如此 希拉米和马哈的地位千差万别 因此呢自己也清楚呢是什么身份 太子妃呢简直卑微入骨 43岁的希拉米在参加宫廷晚宴的时候 居然发生了如此尴尬的一幕 当时整个王室成员欢聚一堂 其中还包括大公主西夏的两个女儿 希拉米当时呢已经生育了提帮公 并且是普密蓬国王亲自册封的太子妃 然而从老照片也能看出 希拉米根本没有上桌吃饭的资格 可见太国王室的等级制度有多森严 太国王室尊卑有别 拥有皇室血脉的子女呢 身份和地位都大于希拉米 希拉米出身平民毫无根基 在王室立足完全是靠马哈国王的宠爱 但这呢毕竟不是长久之计 所有王室成员都在一起聚会 只有希拉米一个人呢跪在角落 不光不能上桌吃饭 而且呢全程都要陪笑脸 果真是卑微到了骨子里 公婆对媳妇态度不好呢 很大一部分责任在丈夫的身上 希拉米三诞下了王室唯一的继承人 但终究不能母贫子贵 在王室的时候身份依旧无比的卑贱 也许呢是早已习惯了这样的场景 希拉米跪在地上的时候也没有感觉到反常 还一个近的陪笑脸 都说是入宫门身四海 在希拉米的身上也得到了淋漓尽致的体现 更过分的一点是 马哈国王呢将自己的宠物狗福福抱在怀中 却要希拉米下跪 从某种程度上来讲呢 希拉米王妃的地位连福福都不如 这样的太子妃真是卑微到了尘埃里啊 从很多王室老照片也能看出呢 希拉米刻意在讨好马哈 将自己呢放在了很低的位置上 即使是这样呢也得不到王室的认可 真是一位可悲又可笑的王妃 苏提达虽然也出身平民 但好歹呢家世清白没有黑历史 因此得到了王室的尊重 还被册封为泰国王后 希拉米虽然美若天仙 但依旧得不到应有的尊重 其实跟他自己呢也有很大的原因 希拉米将青春呢都献给了马哈国王 到头来还是大梦异常 就连提邦公呢也当了苏提达的儿子 自己想要见儿子的时候还要匍匐跪拜 简直是世界上最讽刺的事情 希拉米王妃是泰国王 是始终抹不去的美丽身影 他当年因为其娘家犯错 影响了马哈娃加龙公的声誉 所以呢被泰王狠心抛弃了 他和如今的适妮娜贵妃非常像 二人都是被废的嫔妃 败在了精明的情敌苏提达手下 就在这几天呢 泰王借机赦免了适妮娜 贵妃出狱了 夫妻再续前缘 而希拉米王妃却杳无声息 从泰王赦免适妮娜贵妃这件事来看呢 68岁的马哈娃加龙公公还比较了念旧情 他对身边的女人没有那么苛刻 只要对方能取悦她 她就可能会让美女嫔妃再次复仇 希拉米王妃六年前和马哈公公离婚 当时她并没有被囚禁 而是获得了平民身份 住在自己宫外的家中 泰王呢随时有可能挽回与希拉米的感情 因为他们还有一个儿子 提邦公 但苏提达阻止了这一切 希拉米王妃在2004年被泰王释放 回到宫殿外的家中重获新生 他还拿到了泰国皇家财产局的一笔款项 日子呢过得很潇洒 泰王没有拒绝提邦公小王子和母亲见面 希拉米占儿子提邦公的光仍然被民众尊敬 在离开泰王的一年内 希拉米穿衣打扮都相对的低调些 但来家中参拜她的人呢络绎不绝 她未来王后的身份丝毫不动摇 这一情况呢被苏提达掌握到之后 泰国国王的这位女友呢坐不住了 苏提达当时迷上是马哈国王的保镖 但在希拉米和泰王离婚之前 她已经为国王呢生了一个儿子 靠着这个孩子 她取代了希拉米在泰王心中的重要地位 苏提达在皇家部队里手握大权 大部分人都知道她会成为国王的未来配偶 愿意呢为她办事 苏提达经过反复的算计呢 给希拉米挖了一个大坑 她先建议泰国国王命令希拉米王妃剃度修行 一来呢为马哈国王在宫廷外积攒民心 二来呢也能为提邦公王子积福 泰王同意了苏提达的意见 而这正是希拉米悲惨遭遇的开始 希拉米被踢去了长发 她的容貌呢严重的受损 马哈国王对她也不感兴趣了 因此放任苏提达动手 紧接着呢 苏提达给希拉米寻找了另一个好去处 那是距离曼谷近80公里的一处寺庙 希拉米呢被偷偷运送到了那里 寺庙外的大门全部被拆除 只留下了毫无标识线的铁网和看守侍卫 希拉米名义呢是一个人清修 实际上就是被软禁 这是他老龙生活的开始 提邦公小王子不知道母亲呢去了何处 也再没有机会和他见面了 希拉米在苏提达的运筹帷幄下 重获新生不足一年 失去了两个重要的利益 一个呢是他的美貌 一个是他的儿子提邦公 他很快就被马哈娃加龙公国王遗忘了 苏提达对德国呢非常熟悉 他建议马哈国王把小王子提邦公送到德国的私立学校学习 并为提邦公找了最好的学习障碍症的老师 泰王望子神龙也就按苏提达的想法办 带着提邦公一起到了欧洲 自此之后呢 泰国专家只拍摄到了希拉米王妃在寺庙里清扫愿落的照片 两年之后 这处寺庙呢也荒废了 再也没有人看到希拉米王妃的影子 按照希尼娜贵妃现在被赦免的情况来看 希拉米在和泰王离婚一年之后 完全有机会再回到国王的身边 但他被民众尊敬这事呢惹怒了苏提达 最终失去了翻身的机会 好了今天娱乐第一眼呢 就先播送到这里有喜欢我们的朋友 请记得点击右下角订阅我们的频道哦 拜拜明天见